大家好,我是伊德班的劉文希 今天我要分享一本圖書 书名是《想要好多好多禮物的公主》 這本圖書是關於一個叫做露比公主的生日會 露比公主是一個貪心又霸道的公主 他要求大家為他準備一個重大的生日會 和好多好多禮物 國王很疼他準備好多好多禮物 和他慶祝 生日會那天 國王叫那些博人 把好多好多禮物搬上樓 禮物多到走廊、樓梯、浴室、房間都濕滿了 突然間皇宮傳來一聲爆炸聲 天花板和牆都開始出現熱痕 因為買了太多禮物 皇宮領不上開始淋了 國王叫露比快點走 但自私的露比竟然叫爸爸去救他的禮物 可怕的大災難發生了 國王被埋在一個淋了的皇宮裡 公主非常後悔 她知道禮物給不上她最愛的爸爸 她願意放棄所有的禮物 希望可以見到爸爸一面就好了 消分員來到 竟然發現國王被嚇到 在一個紙皮箱裡 露比很開心可以見回她爸爸 她知道她以前太自私了 最後雖然沒有皇宮 但露比和爸爸幸福地在住屋上生活 這個故事加訓我們做人不可以貪心和自私 還有要我的家人 多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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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